能够决定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是什么?能够决定一场战争胜败的关键是什么?能够决定一个民族生死存亡的核心又是什么?军事,答案必须是军事了,只有一个国家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,才可以保护自己的领土不受侵犯,才可以保护自己国家的子民免受失去落叶生根的家园的悲惨下场。 俗话说,有国才有家,那么,什么是建立一个国家的根基呢?什么是可以让一个国家永垂不朽的必杀气呢?那也必须是军事,只有我们把军事搞好了,我们才有底气立足于这个世界,我们才可以不会被侵略,即便世界上再次挑起战士了。 我们也不怕,因为我们不会再像老祖宗那样,被矮打被军属了,我们掌握了这世界上最有力的武器,军事,我们可以重重的反击,我们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。 下面,就让给大家谈点一下知识上的那些人和事儿吧。 节目画面中出现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JF12风洞,3月16日央视节目,毕露了中国的野的一项重大项目。 中科院北京高温气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引发的科学家在采访中介绍,该单位研制世界最高技术水平的新星风洞,风洞风速可达10到25马赫,最高可达30马赫。 在2017年,中国披露了之前高度保密的JF12级波风洞,并公开亮相了多款高潮音速飞行器模型。 此举被分析认为,中国已经在新型风洞的研发上,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。 央视的披露证实了这种推测,JF12级波风洞是世界最先进的风洞,最高温数可达10马赫。 基本上所有的参数都由于国外同类的设备,中国之所以能够达成这样高的指标。 得益于中科院力学所于洪如院士研发的先进驱动技术,爆空驱动,高超音速武器,于洪如院士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风洞的驱动技术,在JF8级波风洞上取得了成功。 随后,中国利用该技术进程了风速达10马赫的JF12级波风洞,2012年正式投入使用。 按照国外媒体报道,JF12风洞起用之后,中国进行了9次高超音速试验,从WU14到东风时期,中国都取得了成功,急波风洞在研发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。 正是在余洪如院士及众多科学家的努力之下,中国的风洞技术能够与美国并驾齐驱, 中国的绵阳风洞,群更具拥有全球最全群先进的各种风洞。 一度认为中国该领域落后的欧洲科学家,在发问了绵阳风洞群后,才发现欧洲的风洞已经落后了中国数个级别。 风洞,美国人的风洞也得益于中国的研究,美国人获得了于洪如院士研发的风洞爆风驱动技术之后,发现比美国自己的技术效能更高。 于是美国宇航局修改了原来的自由火灾驱动设计方案,在通用应用科学实验室建立了爆风驱动的HY激波风洞,这也是世界目前最为先进的风洞之一。 另外,1993年,在于洪如院士的帮助下,德国要称工业大学建造了应用反向爆风驱动技术的激波风洞THRB,这也引发了一个新的争论。 数十年前至今,西方持续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,然而,中国研发的新科技,却在输出到西方,这不是一个正常现象。 中国现在迎来技术爆发的时代,我们应该让西方这样分享我们的科研成果吗? 不知道大家了解这些军事上的神奇人物,和今天弄递的世界以后,心中有什么想法呢? 是不是觉得,只有拥有了强有力的军事实力,一个国家才可以长治久安,才可以繁荣昌盛,我们也只有生活在一个军事实力强大的国家,才可以更有安全感,才会更加安心的繁衍后代,让自己的子子孙孙们在这里落叶归根。 所以觉得呀,军事对于一个国家乱去我们每个人,都太重要了,简直就是救命抚养。 所以,一个国家想要政治经济,都可以得到迅速发展,那么就必须要有强大的军事作为支撑点,这样一个国家才能在国际上,有自己的一席之地。 不然,就只能沦落微笑三流的国家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